四冠核心主力请求和詹姆斯同队 詹姆之言说别来 这到底是为啥 和詹姆斯同队无疑是不少球员的愿望 毕竟一些射手或者内线球员 的确会在詹姆斯身边焕发生涯的春天 比如之前的JR史密斯 特里斯坦汤姆森 罗梅哥等等 因为詹姆斯会帮助他们做好一切控球方面的事情 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将球放进篮筐 而近日又有一位NBA四届全明星成员 也是NBA四次总冠军的核心主力 请求詹姆斯同队 但是不少詹姆斯球迷却逼之不及 让其别来 这到底是为啥呢 因为这个想和詹姆斯同队的人叫做追梦格林 没错 近日在一档博客节目中 格林坦言称 他已经和联盟最好的球员之一 库里联手12年了 目前应该会在打三到四年再退役 但是在退役之前 他还想和另一位球员联手做队友 他就是詹姆斯 并且今天夏天 他会找机会确认一下自己的愿望是否能成真 但不找詹姆斯的粉丝却对格林没有多大兴趣 纷纷表示 你不要过来啊 毕竟在詹姆斯的体系里是真没格林的位置 格林和詹姆斯打法相近 都是善于吃球主攻队友的风险球员 但是格林却没有詹姆斯的突破上篮和投射能力 可以说是一个小一号的詹姆斯 因此 当詹姆斯和格林联手 真的是怎么想怎么别扭 那么 你们都看好詹姆斯和格林的联手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